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美股休市 这个美国的假期 这个long weekend 所以呢休市美股不交易了 提醒大家 但欧洲股市开盘了 现在目前表现的还不错 都是在盘上 这个上涨的行情 那台子旗的夜盘 也都是小涨的一个格局 所以美股不开盘 大家就没有一个 可以参考的数值了 一般来讲台子旗夜盘 通常都会跟着这个美股的行情走 那现在目前因为美股今天不开盘 所以看起来 没有太明显的波动 所以这个台子旗也是一个状况 不过因为今天期货收盘 已经涨了149点 涨点超过大盘的122点 所以收链逆价差到16点 所以感觉起来 期货上是更强劲了 这个比现货上更强劲 那主要原因应该 台阶一直撑在那边上涨的格局 今天台阶创新高了 然后685 所以这个期货有台阶护持 这个旗子就不怕跌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今天成交了还不少 11万7000多口 那今天整个期货上的行情 我们赶快请教群艺期货 龙医生乡里 龙乡里你好 龙大哥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乡里这个旗子怎么看 现在目前的封关还有七个教育 下个礼拜三是月期前结算 正好也是封关日 对不对 这个礼拜 这礼拜三 对不起 这礼拜三 这礼拜三正好是月期前结算日 对 所以就如同刚刚所说到的 价差有一个收敛的状况 因为剩两天就要结算了 那最近期的这个option 选择权的支撑压力可以看到 下档支撑大概18300左右 那上档的最大卫平仓量 是在18700 这有两万多口 那通常选择权 以一个正常角度来看 15000口到2万口 这个应该就很肯定 它是一个压力区或支撑区了 所以在礼拜三结算之前 那18700以上的这个上档压力 应该比较难越过 那最近期的指数可以看到 散户在小台做空的比例 跟做多比例是忽多忽空 也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最近期小台的散户多空比 一直呈现反复震荡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也就是指数在 通常进行一个横盘整理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看到 小台的这个散户多空比 会一下多一下空 那不过中长线来说呢 整个融资的这个水准是开始往下掉 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 接着紧接要去封关了 那这个融资的这个利息 可能也要放得比较长 那所以融资最近期的水位往下掉 那再加上今天往上美股修饰 整体的大盘的交易量是往下掉的 那所以对整个加选指数来说呢 我认为18000 这边应该是形成一个铁板区 暂时不容易跌破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台基店呢 是呈现一个开高走低 稍微有些拉回这样子的状况 那可以看到过去一年以来呢 台基店其实都是逢缺地 那也许今天这个缺口啊 它是属于一个形态上来说的中继缺口 它不是像1月初啊 这是一个突破缺口 那今天这个中继缺口出现之后呢 其实未来到封关之前 其实都蛮有机会啊 来这个封闭这个缺口 那既然这个全职股台基店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子 所以指数可能就倾向于一个震荡整理这样子的格局 那这个资金的这个挪移的角度来说 从上个礼拜五的OTC到今天呢 开始有一些低档反弹这样状况 其实OTC指数跌蛮重的啊 这一波其实从这个10月底以来啊 跌了快三成左右 那个指数还在创新高 可是有些中氧型类股呢 都跌了东脑西外 这就是因为FED在走整个升息循环啊 然后缩减购在这样过程中呢 一些过去高本益比啊 然后这个估值过高的科技类股 像美股也是也进行了修正 那台股也面临这样同样的状况 所以建议大家呢 就是这个这些比较高本益比啊 然后这个估值比较高的这个类股啊 在反弹的过程中啊 那可以进行一些减码 那以OTC指数来说的话啊 那大概就是在差不多 1月10号这一根红棒的高档区 差不多227点附近啊 上下这个上围啊 就上周的高档区 比较会出现一个中期的压力 那所以封关之前呢 如果你手上持股 是这一类型股票比较多的 那建议减码到三成以下 这个比例会比较好 那金融类股 我觉得是在拉回的过程中呢 可以去做一个偏多操作的 因为刚提到的 这个FED开始进行升息啊 缩表啊 那这个未来台湾也有可能跟进啊 那以前的这个利率呢 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20162017升息循环 或是更早之前 以前利率如果是3%升息到4%的时候呢 那利率可能就升个 比例上来说在25%到30% 可是现在如果1% 1%升息个一码 或升息个两码好了 那可能就是50%的这个比率 那所以金融类股来说的话 相对的利差就会放得比较大 那金融类股其实最近也可以看到一些 受险类的 或者是一些 这个放在比重稍微没有那么高的 这些这个金融类股来说的话呢 那其实都有一些不错的这个表现 那所以建议大家这金融类股的这个部分 虽然这两天有拉回了 但是中长期的话呢 那仍然是可以去做一个天楼布局的 好 现在目前美国的期货盘 纳查的指数翻红了 早盘有跌到过15507点 大概今天一整天都在盘下 不过就在刚刚不久前 这个穿上盘上了 现在目前涨21点 涨幅0.13% 来到15617点 那距离今天的早盘低点 15507点 是差不多有差了差不多百点左右 差了百点左右 所以有拉上来比较明显的一个幅度了 好 那另外欧洲股市都小涨了 现在目前正在开盘欧股小涨 此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法人操作 外资今天继续买 连五买买了64.53亿 投信连三买买超4.5亿 但自营商今天是连九个交易日卖超 卖超6.84亿 所以三大法人合计买超是62.9亿 请教龙湘里 最近自营商为什么持续的站在卖方呢 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 接着准备要封关了 那其实法人也会把这个部位 做一些避险的部位 那其实近期可以看到呢 这个自营商的这个操作 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短线操作 那就是指数在这个大涨过程中呢 那自然就会去做一些调节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看到其实最近台股来说 买盘比较积极是在外资的部分 那投信呢 过去来都是主要集中在中小型类股指数 那看到今天其实比较强势的这个族群呢 像是miniLED的这个像是 负财啦或是这个惠特啦 那这个都是投信呢 在第一季有机会进行这样子 持续布局的行情 那通常投信的操作 会一个季度为主啦 那所以这个 这些类股的这个族群呢 有机会进行到这个第一季地 那看到自营商呢 其实近期的这个 最近十个交易日 卖超比较明显的 都是一些这个全资股居多 像是这个长荣啦台积电啦 长荣行 宏纳电 这等等 那也就是 这个指数在这个大涨过程当中呢 那有些股票 短期有这样比较多的明显的获利出现了 那自营商可能就会去做一个调节这样子的动作 那另外其实也是这个年底啊 也要结算了 开始有些这个 机下奖金啊 这个操作奖金 要开始去结算了 所以也是有这个年底结算 结算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那回过来在台股的部分呢 这个电子股呢 可以看到全资股台积电今天稍微的休息 可是24508科跟22303的联电 就跳出头来了 那过去来说大家都会 有个影像就是台积电 如果一开始往上拉升的时候 中央型股这个持股可能就开始跌了 大家就会觉得形成垃圾盘这样中央不太好 但是台积电跌的时候呢 像今天开始有些回档修正 那会不会有其他所有的股票 把指数再往上拱呢 我觉得也不太 机率不大了 因为现在台股看起来呢 资金稍微有些撤退的状况 那比较不会像去年有发生过几次呢 台积电一回档 然后呢其他股票都在往上涨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比较难发生的 所以呢台积电在回档的过程中呢 就要由其他的全职类股 像是联电以及联发科呢 进行一个这个撑盘的角色 那过去以来 承收制程跟高阶制程呢 也常常是一个这个资金会有 小小板的效应 那当台积电开始 要休息整理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今天联电呢 也是这个量能是突破过去 一个月以来的这个高档 那开始有一些突破往上的状况 那其实未来呢 应该有机会去往这个十二月底的 这个高档区域去做挑战 因为其实这一波 外资报告呢 这个畅衰成功制程 认为今年有一些这个 可能overbooking 或是有一些过程状况 但是我认为其实 这个可能还没这么快 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股价 也大概都撑在这个60块以上 这个位阶 所以联年部分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那另外在联发科的部分 今天联发科跟股王系力 可以带动其他的IC设计类股 有一些这样子一个反弹的走势 那联发科来说呢 它去年 这个大部分时间都在1000块以下 尤其下半年的这个时间点 都在1000块以下的这个水准 但是今年 那跟台积电一样 突破了这个整理区间之后呢 那这个月 进行了短线的拉回 那我觉得一样 台积电在625下 跟这个联发科在1000块以下的 这个区间呢 今年我觉得起码在第一季 应该比较难看到 所以联发科的未来 如果有再拉回的话 也是适合可以去做一个 中长线的这个布局的 好 不过看起来今年美国升息的次数 可能会超过4次都有可能 因为小摩CEO戴蒙 上礼拜五讲说 联总会可能今年升息6到7码 这个是他都不排除的可能性 但他也强调升息 不会阻碍经济的成长 可以又强调说 这个货币紧缩的政策 不一定是温和而甜蜜的 那这样的说法 其实既给市场一些警告 又给市场一些想象空间 到底我们怎么观察 美股可能的发展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小摩的CEO戴蒙 说完我刚刚讲的 近年他预估美国联准 会可能升息6到7码 这番话之后 这个美国十年齐国在直律 从1.7直接冲上1.77 冲了7个基点 可见戴蒙讲这番话 的确对市场是有影响的 同时收盘 小摩的股价大跌了5% 当然小摩股价下跌 不见得因为是戴蒙说这些话了 还有其他的因素了 那因为美国整个金融股上周五都出现大跌 所以也导致了今天金融股熄火 我想这也有关联性 另外戴蒙也说 今年股市加大波动是预期中 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注意 当然戴蒙讲这些话不代表说 今年美股就会因为他铁口直断 不过毕竟人家是华尔街金融巨子 讲出来的话 一定有他的根据 或者是说他相关的背景 那这一次的升息 加上QT就是缩表 其实来得很急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现在目前的通货膨胀 再加上拜登的民调迟迟弱 现在支持度只加42 今年年底有其中选举 所以我想压低通膨 应该是民主党现在很大的压力 可能会涉及到选情 此外联准会现在目前的信誉也被质疑 也就是说质疑他们去年动作缓慢 质疑他们看错行情 质疑他们的高官内线交易等等 所以这些我想都会造成升息 相对比较紧 比较急的一些 为了挽回选情 或是说挽回生育的一些 可能性的错综复杂的夹杂 08年那一次 其实整个缩减QE到升息到QT 就是缩表 总共历经了差不多7年的时间 这一次只有两年的时间 就马上要采取动作 确实今年的金融市场 承受压力会比较大 另外德意志银行预估QT 就是缩表连准会资产负债表 会从现在的9兆 大概会缩到6兆 因为他用从GDP的占比来讲 他说9兆缩减到6兆 会把占GDP的比重 35%缩减到20% 这个是符合上一次 所谓缩表的一个预估值 就是说资产负债表 占美国GDP的百分比 缩到20% 这个是德意志银行的预估 三兆也是不少的资金 这个紧缩压力 导致纳萨克指数 开年以来两周跌掉6% 这个是纳指过去30年来 第二差行情 只有比09年那时候 次贷风暴之后好一点 30年来第二差的行情 美国科技股 那高估值 高本益比的科技股 其实压力沉重 从2021年的2月以来 这个已经有很多 美国科技股的股价是腰斩了 如果我们讲说纳萨克指数 从去年11月的高点 它回跌8% 但这个指数中的36%的个股 已经比52周高点 跌掉50%了 也就是说股价 从一年来的高点跌幅 超过五成的腰斩的 有36% 这个比例可以讲说非常的大 所以可见 大多数的股票 其实跌的是蛮凄惨的 那另外历史上来看 升息初期 对标普三个月内 会造成平均6%的跌幅 那六个月半年后 它则会上涨5% 所以跌升之后会出现 回复多头的一个格局 那至于说 除了戴蒙 预估联准会升息6到7次 这种鹰派说法以外 美国联准会副主席布兰纳德 也暗示三月要升息 这是在上周布兰纳德表态 同时联准会的永久票委 就是他永远有投票权的 在这个18位理事 18位这个决策官员里面 这个理事 沃尔 沃尔率先又发出了一个警讯 他说联准会今年会升4到5次 那戴蒙是6到7次 反正现在目前不断的在加码 那这加码的结果 当然是造成美股的压力 三大指数 道琼上周跌幅0.9% 标普跌了0.3% 纳萨克指数跌了0.28% 虽然说小跌 但是两周已经跌掉5% 那标普跟道琼是连两跌 连两周下挫 纳指是连三周下挫 罗素2000指 全周跌幅0.8% 也是连二跌了 只有废半表现的最好 全周还能涨2.75% 就是靠半导体股票了 那至于说银行股全部都在上周五大跌 小磨跌6% 贝莱德跌2% 花旗跌1% 高盛跌2.5% 大磨跌了3% 只有富国银行财报不错 上涨3.5% 可以讲说是中流砥柱了 富国银行 其他投行都跌得很惨 那另外 美国国贷值率会被持续上升 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本周 中国大陆公布GDP 今天已经公布出来 等一下跟各位报告 英国要公布CPI 日营要举行决策会议 还有达沃斯论坛 这都是这个礼拜重要的看点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群义奇 或龙医生相礼 那龙相礼怎么看 这礼拜一些重要的 一些数据或是论坛 或是说全球经济会议这些 以及呢 还剩下7个交易日 你会给我们听众朋友 什么样的市场方向跟建议呢 美股似乎看起来 科技股正在走一个跌势 那这一次的封关之后 才是FED利率决议会公布 因为决议刚好 差不多在26号封关的晚上 那才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出来 那现在其实市场上 这个众说纷纭 那连小摩指引长 他目前是喊的最高的 那当然因为他本身在金融类股 那喊高一点 那希望市场升息多一些 对金融类股也是有利的 那我觉得整个这个升息的循环 其实从过去历史数据 刚刚也提到 升息循环之前 其实股市可能会面临一波的修整 可是真正启动到了升息之后 其实股市反而是 会再持续走这样多头的格局 不管像是S&P或是NAS 过去的这个状况都是如此 那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你手上是这个 科技类股比较多 电子股比较多 那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一些 高估值的这个类股是比较多的话呢 那建议过年前的这个持股比率 不要超过三成是比较好 因为除了FED利率决议会在 封关之后才公布之外呢 那每股一些重量级的科技类股 财报也会在大概一月底 那个时间点去公布 那这些都是在封关之后 那大家可能只能用 这个摩台 负台了 负台摩台去做避嫌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 超速上可以多去换股到一些 金融类股 那或者是一些 这个去年获利还不错 比如说像是这个面板 航运 那今年或许会有一些 高值利率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那这些股票呢 比较可以放心的去报股过年 那总之 我认为FED这次造成这个股市下跌 它不是像疫情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 就是FED它这个 到底要不要升得快升得慢 这个是人为可控的 那所以真的引发一些 这个比较动荡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把它收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生息 这个要去换股 那不用到这么的恐慌 好 中美大陆今天宣布降息咯 至于说降息的实际状况 它并不是真的调降那个存放款利息 这个所谓的降息 等下再跟天后朋友解释 那今天降息之后呢 中国大陆的股债双涨 那这样创业板有涨了超过1% 整个数字股也都往上走 谢谢荣医生相礼 elujah 啊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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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